MP5冲锋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行冲锋枪,是一种使用手枪弹的自动武器。 大多都有枪托可以底尖射击,一般都可以实现单发和连发射击。 在形状上,大体围形说起冲锋枪,就不得不说,步枪因为无论是外形,射击动作,还是历史渊源。 冲锋枪都和步枪十分相似,这导致很多人分不清冲锋枪和步枪,这也难怪实际上,相当一部分冲锋枪就是步枪改装过来的, 但比起步枪冲锋枪要略微小巧一些。它们最大的区别,就是冲锋枪使用小威力的手枪弹,而步枪使用威力较大的步枪弹。 从外观上看,冲锋枪的弹匣要瘦一些,而步枪弹匣要胖一些HK-53超短卡飞枪,已经和MP5很像了。 但弹匣出卖了它是步枪的本质,同其他枪械不同作为主战武器。 冲锋枪的历史,十分短暂它在一战诞生当年就大红大紫,甚至被协约国化定为大杀器,禁止一战战败了德国生产。 但二战中突击步枪这个理想新枪械一旦省,就在各项参数上,基本超越了冲锋枪,因此当年的重量,长度堪比步枪的全尺寸冲锋枪, 基本上都被淘汰带进冲锋枪,溃出了一线主战武器的行列。 如今的冲锋枪,使用空间被突击步枪,打压带进,已经是一个西洋枪种。 演化过程中,只剩下了轻型冲锋枪或微型冲锋枪这两个名字,基本上是同一词。 小必然轻轻必然小,因此今天的冲锋枪分类十分简单。 在所有七大类枪械中,是最简单的一种,此外按照用途。 冲锋枪中还有一类被称为微生冲锋枪的特殊群体,它们和微生手枪相同。 大多也是改装而来的外形,多为科幻的MP9微生冲锋枪。 此枪拆下消音器,就可以当作普通冲锋枪,使用如今在冲锋枪中。 也有一部分有大致的冲锋枪,不甘心,只使用微力较小的手枪弹,想打破常规,想向步枪看齐。 上世纪90年代比利时FN和德国HK公司分别研发了,使用新式5.7毫米和4.6毫米口径新枪弹的P90和MP7。 从威力上讲,这种新枪弹威力已经逼近步枪弹,但同时新枪仍然保留了冲锋枪的尺寸。 比起传统冲锋枪,这种新枪性能提高很大因此,当时FN和HK称这种新枪为PDW,即Personal Defense Weapon。 个人防卫武器,但很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人,还把这些枪当作冲锋枪砍,毕竟,他们威力还是略低于步枪大小也是冲锋枪的水平。 P90可以说是最科幻的枪械,用来充当电影中的外星人,用枪十分合适HK公司,JPDW概念不被人接收,立刻进风使舵,把MP7改名为冲锋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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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